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自己的岗位 对着这疫情的防治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都是故事里面的主角 这故事留下来将来会回味 我们都对社会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自己值得骄傲 台湾也值得骄傲 今年的高峰论坛特别有意义 除了说刚好是否 北一大60周年 同时也面临国际上百年难得一见的疫情 同时我们今年的论坛的内容也非常广 将聚焦在精准医疗 细胞治疗 还有器官肥脂 以及如何对抗COVID-19 出席的演讲者 参与的人 都是一时之选 我相信精彩可期 那台湾是非常有条件来发展精准医疗 或者是科技防疫 我们今天在场都是医界的朋友 其实我们非常清楚 台湾的医疗水准其实是相当好 今天的这个论坛 我是把它视为国家政策的超前部署 所以我要代表蔡英文总统 感谢北一的一支前后 跟夏元总统的帮忙 那这个在霍華吗 XXX的时间 还没有完之后 还有一些 Т Dios 事实上是不会有 AI STA Smell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